北京南京复兴站有文武汉松山建交会 平均日旅运量高达约三万人次 在一百一十九站当中排第七 新型态围形商场开幕 特色双头店站内站外都能赚 不过业者说生意好但压力很大 时间都很赶 大家只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他要拿到他的咖啡 我们把台北区的一个督导 直接调到店里当店长 因为他才能应付这样的人潮 捷运店人潮平日比假日多 来客树相较一般店铺 也多出两到三倍 因此咖啡师人力从三人加到六人 才能应付尖峰时段 另外也加卖三名之和闲时 提供通勤族 在捷运南京复兴站的新型态店铺 除了这一头以餐饮为主的双头店之外 在另外一侧在站内还有以饰品 香芬跟居家小物的商店 要来抢人潮商机 过路客多过去只在百货设柜的 饰品品牌也挥军捷运站 上午九点多百货还没开门 但搭捷运转程的民众 就能来逛街买饰品 很适合哄哄 但也就不用出去外面 特别走来走去 有饰品应该就会停下来 而且它又是联名款 业者认为天气差 民众可能不出门逛街 但通勤族还是得进捷运站 也没有档期但忘记之分 营业时间能跟着捷运发车收班 从早上六点卖到凌晨十二点 有百货没有的优势 如果以平日来讲 这边的业绩大概是百货贵点的四到五倍 这边的人流大概是二三十倍的人流 我们优先部署在这个转秤站 台北支站 中校复兴 有适当的空间 或者是未来再走出捷运站 也是一种可能 北捷看准商场效益 规划在北车和中校复兴站 也设置新形态店铺 活用站内转成空间 把商店从站外搬进站内 创造更多营收 TVBS新闻连红军卫特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